现在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两个主题 也是看着大家在这过去的半个月 发生的一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困惑 那第一个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如何走出我们旧有的模式 也就是说如何呢,走出我们的习性 走出我们的局限,扩宽我们的认知 看清事物的本质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大的方向吧 一个修行的方向 就是我们最终要走向哪里 就是我们最终要到哪里去 我们最终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这是今天晚上想和大家分享的两个主题 如果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我们 给我呢,一些回馈 或者说是,给我一些这个 你想了解什么 想在明天呢,了解什么 都可以在咱们的这个群里边说一下 然后,因为我这个 不是说事先准备好我要讲什么 而是根据大家的需求 来定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 就是这个呢,一定是符合大家的需求的 这个不是为了我来讲而讲 而是因为咱们呢,有疑惑和需求 我过来呢,就是来做一些分享 那先说一下就是如何走出旧有的模式 那我呢,就分成两块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块呢,就一直在说了 第一块呢,是属于是 每天我们都在说的觉知 就是这个觉知呢 可以让我们很好地看见自己的念头 很好地看清自己 但有好多伙伴们都说我看见了 但是这个旧有的模式呢 它还是改不掉 这个模式呢,还是拿不走 那我们昨天呢,也分享了 就是我们不要让它自然一点 再自然一点 不要总是想改造它 不要总是想打击它,打压它 而是用一种 用一个不排斥,不对抗 一个接纳和允许的态度 来允许它的存在 那今天呢,就是 在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就是真正的 如果说你还没有足够的觉知力 来看见自己的念头 没有足够的觉知力呢 当断则断 没有足够的觉知力呢 就是把自己拉回当下 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小方法来辅助 那这个虽然说是 这些方式和方法呢 都是从我们的身边的环境开始 从具体的事物中开始去做出改变 从这个你身边的环境开始去做出改变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是因为啊,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头脑中有很多的知识 头脑中有很多的想法 他认为呢,包括这个觉知也是这个样子 他即便是有一些觉知的体验 但是还是很容易被固有的习性 被旧有的模式所带走 我就是细细观察了一番以后 总结出来的 就是我们想不如去做 你就去行动 就是如果说你已经看见 你已经看见 你有一些就有 比如说你有疑心 比如说你这个 有很多的情绪 有委屈,有焦虑,有压力 你不管它是何种的情绪 我们现在呢 开始从我们呢 那个 从我们自身开始做出一个小小的改变 这也是我今天在打扫卫生时候的一个小小的领悟 就是 我会发现啊 比如说你这个 你欠了很多的债务 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呢 非常的 工作也不是让你感到很满意 你的这个家庭 家庭关系呢 也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和压抑 这个时候我们呢 先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问题上 而是我们左手去改变 从什么地方改变呢 我们先从相上 我们你看 在过去的十几天 我们讲的都是根本 那今天呢 我们就讲讲这个相 一个是由内而外 一个是由外到内 如果说由内而外 你没有办法的话 还是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这种困惑与局限的时候 我们试一下 由外而内 这是我今天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打扫房间的时候 在打扫我们的官房 我体会到的 就是所有的大的道理 真的是大到至简 简单到再也不能那么简单 你就开始从清理卫生开始 你就开始从整理你自己的身体开始 你就开始从身边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开始 就比如说 你还可以从自己的穿着开始 这都是改变自己的一个方式 你不要想着 不要总是放在问题上 总是想着我去解决我的情绪 解决我的财富 解决我的工作 解决我的关系 因为我们做闭关 做这么长时间 每一个人官房的状态 其实就是他生命的状态 比如你现在呢 你就开始呢 把你的这个衣柜 把你的房间 把你的这个厨房 把你的这个客厅沙发 家里的每个角角落落 你都用一颗平和的心 平稳的心 你都用一颗 就是不是很烦躁的心 要去去去打扫他们 而是就是用一种很平和的心 就从你身边的环境开始 把身边的环境呢 整理的简单 有序 不是非要住在豪宅里面 也不是非要我们拥有多大的房间 哪怕你现在呢 住在一个几平方的小房间里面 你都把你的房间里边的角角落落啊 都给他收拾收拾 你把你的这个衣柜啊 给他整理一下 你把你自己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都给他归类一下 该清理的清理 该扔掉的扔掉 让自己身边啊 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都是你用心对待的每一个物品 都是你发自内心爱的东西 然后你就是把你的整个的这个生活的空间 给他弄舒服了 弄好了 带着爱用一颗平和的心来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啊 你就是你去试一下 就是你开始一点一点的清理你的房间 清理你的衣橱 清理你的床上用品 清理你的床底下 清理你的抽屉 清理你生活的空间 然后呢 厨房呢 你也是尽量让他呢 干干净净 给他弄得舒舒服服 不是因为有洁癖 而是我会发现有好多人啊 他居住的环境就带着某种障碍 障碍着他 障碍着他看见事情的真相 障碍着他这个头脑的这个东西 会障碍住他很多的东西 那我们清理清理完我们的这个身边的环境 我们还可以清理我们工作的环境 把你的那个办公室啊 把你的那些文件 该分类的分类 减少我们去寻找他的这个时间 让自己的这个办公室啊 也变得有秩序一些 随手可见的文件 还有你的这个手机 也给他清理一下 就是该没有用的图片 该删除就删除 然后没有用的很多的东西呢 都给他这个清理掉 让自己的清理掉他们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心上的某种障碍 好像也在被清理掉 再一个是从什么开始呢 从自我开始 就是我们会 我们经常呢会觉得 哇 那个那么大的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要落在实处呢 就是从自己身上开始 为什么说从自己身上开始呢 就是我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观察 我会发现 如果说这个人 他的这个公司出了问题 其实啊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 着急的去解决什么呢 着急的去解决公司的财务区了 但是我会发现 不是这样的 他或许呢 只是需要啊 清理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个是 这个是 保持觉知是第一位的哈 然后呢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向上门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由外而内的清理 就是其实他可以清理一下 他自己的这个身体 比如说 他花长一点的时间 来那个 从这个洗脸刷牙开始 你不要再是匆匆的 啊 洗完脸了 赶快匆匆的刷牙 而是 你就是 带着那样的一种平和的心 来 因为 这些都是和自己的沟通 这些都是和自己的对话 然后 我们经常说面相 面相哈 就是这个人 他会呈现 比如说他在富贵的时候 我们会有觉得 他有富贵相 但是他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呢 我们也经常会说 他有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什么呀 落魄相 就是 这个是我妈妈给我上的一课 有一年呢 我妈妈身体非常不好 然后他就在我那里住 住了有 很长一段时间 我带他呢 中医 西医 所有的医院都去看过了 但是一直找不着原因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也没有治好 然后 我就有一天去上班 上班回来以后呢 我下班以后 我就看见 我家里面被整理的干干净净 然后我妈妈呢 也把自己 收拾的干干净净 我说 妈你不是不舒服吗 你就不要做这些事情了 我妈就给我说了一句话 她就说啊 虽然我身体不好 但是我不能带着病相 我不能带着病态 我得让自己啊 把自己 整理的这个干干净净的 这个时候呢 我一直记住这句话 就是 我生活中有时候 很落魄的时候 最落魄的时候 我也会告诉自己 不要有落魄相 就是 或许你只是说 你在洗脸的时候 好好洗脸 好好刷牙 然后 那一个 不要着急忙慌的 然后呢 让自己好好洗个澡 在这个过程中呢 都是你独处的时候嘛 你就要放松你自己 然后 就是 如果是女士的话 因为 咱们这个人 很容易有一种 旧有的模式 和旧有的 旧有的认知 很容易陷入自己的 那个舒适区里面 如果你是女士的话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 你总是被某种情绪 某种东西障碍着 那你也不妨呢 就是给自己呢 上个妆容 然后调整一下 你自己的穿着 调整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 面 面部的外向上面的 这一些东西 你可以给自己 花一点时间呢 那个 画一个妆 你也可以换一下 比较靓丽的 颜色的衣服 这些呢 你去体验一下 有时候 甚至是 你连改变自己 外向的这个 精神都没有的时候 你想想 那个时候 如果说 我们再来说 保持觉知 其实对你来说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你就不如 先从改变 这个外面的 这个从改变外面的 外向开始 你可以给自己呢 挑几个颜色 比较鲜艳的衣服 你就是在 越是落魄的时候 越是有负面 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 越是深处黑暗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了 不动 你就不动 但是你的每一眼 每一行 你的每一个行动 就是尽量的 让它缓慢 但是让它呢 充满了力量 其实 这些都是我们身上的 一种障碍 还有就是 还会发现 就是 你会发现 你可以去体验 就是你会发现 当你让自己的这些外向 做出改变的时候 好像你的内心 也会 其实内外是一 不是二 我们一定不要把它分开了 你会发现 你所有的事情 你内心的状态 好像也在慢慢的变化 特别是 对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经常会 就是说 有时候 你自己都不愿意 回你自己的 那个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开始 处理一下 你自己的环境了 然后从你的自身 开始做一个改变 我们所做的 这些所有的改变 都是非常非常的微小的 还有 就是从好好吃饭开始 今天早上呢 咱们的静心 就是向食物致敬 其实我会觉得 我们早上的静心呢 也称不上静心 大家也可以当它呢 是一个音频来听一下 就是 它全在我们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倒不离生活 生活不离道 它们两个没有办法分开 就是从好好的吃饭开始 我们不要想着 我们不要被这个头脑给它 就是被它的那种东西 给障碍住了 我们好好地吃每一口饭 咱们那个好好地喝每一口水 然后呢 把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呢 整理得干净舒适 它是一个可以疗养你的地方 它是一个可以就是 抚慰你的地方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 一直在变化 变化 我们的身体也一直 念头也一直在变 但是这个家呀 我们那个固定的住所啊 它是不变的 所以它就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环境呢 来每天晚上来滋养我们 来疗愈我们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那一个身边 所有的这些东西呀 都给它弄得调和 调制成最滋养你的方式 然后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别总是吃一些这个快餐 别总是吃一些这个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进一下厨房 给自己做一些好吃的 带着这样的一种平和的心 为家人为自己做点饭 因为这个 我们会看 看到其实一家人 坐在一起吃饭 现在呢 越来越少了 早上的时候呢 大家匆匆忙忙的 要去上班 要去上学 中午呢 又不在家里吃饭 晚上呢 有时候回来了 又很晚 那个 有的又要减肥 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好像我们一家人 都很难坐在一起 好好吃个饭了 那我们呢 也尽量让自己 用一种平和的心 然后进一下厨房 不管是做早餐 午餐 晚餐也好 就是 好好的给自己 做一顿饭 好好的吃这一口饭 这个 用一种平和的心态 来做这些 来做这些事情 再一个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好好睡觉 好好睡觉的话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不需要 睡很长的时间 其实我每天的话 因为如果说 早上要路进行 我都是要提前 一个多小时起来 有时候因为 我还要带孩子 我都是在 比如有时候 三点多 四点多 有时候是五点多 就是 我只要醒了 我就会起来 来让自己 静一下 做一个静心 开始这样录音 这样 这将近 应该是有一个 多月的时间了吧 就是在这一个 多月的时间 其实我以前呢 是一个很喜欢 睡懒觉的人 在这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边 我并没有觉得 好像我很累 我很需要睡觉 反而是 觉得很舒服 因为 就是这样的一个 静心 清空自己嘛 也会让我感受到 整个身心 非常的愉悦 那就是我们 睡觉的时候 可不可以呢 就是 把我们的手机 放在 尽量的放在一边 然后 让我们的念头呢 慢慢回归于平静 然后 睡觉呢 咱们就 安然入睡 不要带着 过多的念头 不要想着 我要回复 这个信息啦 我要看看 淘宝啦 我要看部电影啦 我要聊 聊会儿天啦 就是尽量 让自己的 好好睡个觉 你会发现 这个叫睡的呀 不在于时间的长段 而是质量非常高 这就是 想给大家说的 走出旧有的模式 不管我们现在 面临着 什么样的问题 不管我们 现在面临着 是关系的 是情感的 还是财富的 还是 还是就是 内心的一种 自己说不上来的障碍 我们都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开始从具体的 事情中来做出改变 当我们从具体的 事情中 做出改变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感受到 一种内心的力量 因为如果说 我们仅仅是每天 我只是说 保持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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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有行动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是什么呢 是空中楼阁 就是我们种过花的人 都知道 它一定要扎根 就是这 这猪花啊 这猪植物 它一定要有 一个月的时间扎根 它的这个根扎稳了 它才可以生长 它才可以成长 如果说 我们的这个决性 也是一颗种子的话 我们现在在给它 我们现在心里 已经有了决性的种子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 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中 具体的事情 就是从自己 从身边 这些非常简单 非常微小的事情开始 开始让这个 决性的种子扎根 如果它不扎根的话 它就会像一株植物 有可能它就被 这个 被 它就没了 它就生长不起来了 我们把它 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面 这也是空不偏空 有不偏有 它一定是离不开生活的 它和生活 和我们所有的 这叫什么呀 这个这个 行坐坐卧 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呢 也是通过 就是这些外向的清理 清扫 也可以让自己 清理掉某种内心的障碍 某种情绪 也可以让我们呢 变得 这个 好像更加有一种 积极向上的能量 向上扬的能量 而不是一种 拖累着你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 改变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我们 如果说你想 特别是这个 夫妻之间 如果说 你这个想生财呀 一定是家庭和睦 我们一定是 就是说这个 家庭和睦了 它好像是 就是有那样一种 稳稳的状态 它才有可能呢 在事业上面 有所突破 所以咱们这个呢 就是 我总是觉得 中医真的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 经常说中医 中医 但我看看 其实所有的中医 现在都是西医 我们呢 也经常说 这个阴阳文化 包括说 我们中国的 传统文化 易经文化 这些东西 我的理解呢 就是 旁敲侧击 这本身就属于 我们这个 中国东方 古老智慧的 一种思维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 所有人的思维方式 其实它都变成了 一种西方的思维方式 包括我们 现在来 讲这个觉知 其实我们也都是 西方的思维 就是西医的 不是西方 是西医的思维方式 就是 我现在此刻难受 我这个情绪太难受了 我就要解决我的情绪 我现在这个 我和我 丈夫的关系不好 我就要解决 我和我丈夫的关系 现在呢 我和我这个孩子的 出现了问题 我就要解决 我孩子的问题 这不就是 头疼 医头 脚痛 医脚 而且就是 我们的方式 方法呢 大部分也都是 灭掉它 杀掉它 干掉它 或者说是 那一个 就是 给它消毒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真正的 中医呢 它的确是一种 思维方式 它是 哎 我得看一下 就比如说 我的这个 金钱上面 出了问题了 我不会着急的 去解决 我的这个 金钱上面的问题 哎 我得 坐下来 想一想 它一定是 我的某种 某个环节 出错了 才导致了 我这个 出现的这个结果 那我去改掉 出错的那个音 不就可以了吗 那这个果 它不就会 慢慢的可以好了吗 那 如果 我们的这个 嗯 就是 和 和夫妻之间的感情 也是这个样子的 它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结果 它一定是某个环节 哎 或者说是某一种性命 它 出错了 那我们改掉那个音 它不就是好了吗 嗯 那我们的孩子 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孩子呢 真的就是我们的 复印件 我们是什么样子 他们就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 孩子本身 就是我们的果实 那我改掉 父母 这个音 那孩子这一块 不就是慢慢的 也可以 向好的方向发展吗 这也是咱们这个 看见回归课程的 一个主题 我们并不是要 嗯 就是我们只是希望 你有一个更 更多元的角度 来看你此刻的生活 来看你现在的现状 就像是 我 我会发现 有很多人呢 都误读了自己 也误解了这个世界 我记得有一个厌食的女孩 这个女孩啊 她呢 那一个 很瘦很瘦 但是她呢 一直不吃饭 一直不吃饭 然后那一个 这个这个 就 每年呢 她到因为这个呀 她家人都要把她 给送进医院 最后我们才发现 不是她厌食 而是她对自己呢 有误解 误读 因为她大概是 上 很小的时候 有人给她说了一句 你真是太胖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话 她就记在了自己的心里面 那她呢 就一直要觉得 我要瘦 我要瘦 所以说呢 她有了这个信念以后呢 她的身体也开始启动 这样的机制 就基本上不怎么吃饭 但是其实她已经瘦的 都快成肝了 但是她对自己的认知 依然是 我是一个很胖的人 我是一个肥胖的人 你就问她 你的腿有多粗 你自己用手来量一下 她用手量完以后 然后她坐在你面前的动作 一定是会把这个 她腿的这个 这个 给她放大到两三倍 就是 还有一个 我记得是一个图片吧 那个图片也很有意思 那个图片呢 是一只猫 然后呢 镜子里边 镜子里边的 她是一只老虎 就是正是因为 我们误读了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不了解自己的 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 想象的那样 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 想象的那么懦弱 也不是我们自己 想的那么坚强 更不是我们自己 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保持觉知呢 就是能够让我们 更好地看清自己 但是在看 在我们这个觉知里 没有就是没有办法 来和这个习性抗衡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生活中 很微小的事情来做起 从外到内的 来改变我们内心的状态 让我们用一颗 就是不着急的心 不慌忙的心呢 去整理我们的房间 整理我们的衣橱 整理我们家里边的 每一个角落 因为它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让这个生活的空间 来疗愈你 来治愈你 然后呢 就是好好地来吃每一口饭 好好地来对待这个食物 好好地睡觉 行住坐窝 都在这个兜里 都在倒置中 总的来说就是 从身边的环境 从具体的事情中 来让我们觉知的这颗种子 来扎根 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啊 你就是 你一定要付诸实践 在你做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的内心 越来越有定力 你的内心 越来越有力量 你好像有一种能量 上升的能量 再慢慢地升起来 这也是 我们最终 要走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 我们经常会说 就是说 我们修行的方向吧 就是我们最终 要走向哪里呢 到底是极乐世界 是天堂 还是 那一个 是 遇见那个本来 看见真实的自己 还是 到底是什么 这也和 我今天想和 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 也正好是和今天呢 想和大家分享的 这个主题 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最终 要走向的 也就是当下 因为 真的过去不存在了 未来没有了 我们能把握的 仅仅是这个刹那 那在这个刹那 它可以是无限 在这个刹那中 它可以是永恒 如果说 我们所有的行住坐卧 我们的工作生活 我们的吃喝拉杀碎 全部都在当下 那我们就 回家了 这也是咱们昨天说的 我身边 所有的一切 全是我的工具 练心 全是来提升我 生命能量的 全是来 提炼我 这个 升华 我生命的 你会看到 这所有的一切呢 都变成 你的工具 包括我们的环境 也是你的工具 你就是 安住于当下的 这一颗心 来做这些 所有的事情 来做这些 所有的练习 来对待 所有的人 我们最终 走的方向呢 我们最终 要去的地方 也就 也就 只能是这里了 当下 不知道是谁 写的这一首诗 记不清了 就是 一朵花里 一个世界 一花 就是 想 想不起来了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那个 刹那 即是永恒 就是 四句话 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 这个 他说的 其实就是 这个当下 刹那 即是永恒 其实这个 当下 咱们今天 也就是来说一下 这个当下 好像以前 我也 我也有和大家 分享过 这个当下 咱们理解的是什么呢 咱们理解的 当下呢 就是 此时此刻 如果说 有 有 爱看书的伙伴们 可以给大家 推荐一本 这个 当下的力量 当下的力量 这本书呢 写的已经 非常详尽了 那一个 如果说 你白爱看书呢 那你就 保持觉知 其实觉知 也就是当下 这个当下和 当下呀 它 就是我们 练习的时候 我们没有体悟到 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它是此时此刻 但是当你体悟到 它的时候呢 你会知道 它呢 就是无为 就是自然 就是道的本身 就是觉知 我是有一次呢 有一次 我是有这样的一种体悟 那一段时间呢 我也是一直呢 每天就是保持觉知 保持觉知 保持觉知 一直在练习 大概和现在 大家做的 这个练习 差不多吧 就是 吃饭快了 提醒一下自己 慢点吃 不着急 然后 走路的时候 那颗心 提起来了 很匆忙 又提醒一下自己 不着急 然后 就是让自己 时时刻刻 有一个提醒 但这个提醒的本身啊 的确 它还是一个念头 就是我还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当下 我也没有体验过 什么是真正的当下 但是这个练习呢 的确是 有助于我 接近 或者走向 当下的状态 在我练习了 这个 一段时间后 有一天 我在走路 然后 忽然间 内心 生起了一种 感动 我说 这就是当下 原来 这就是当下 我的左腿和右腿 我没有支配它 我没有任何的想 我没有任何的念 我要怎么走 它就是这么 自自然然的发生了 它就是这样 自自然然的 没有一点刻意 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头脑的介入 没有一丁点的用力 就是那一刻 我知道了 当下 还有一次 对这个当下的体验 是 就是我在这里 举这两个例子 大家也不要 啄了我这个语言像 因为我 没有办法描述出 我所体悟到的那种感觉 我只能是举这两个例子 有一次呢 我是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呢 就是睡得有点迷迷糊糊的 因为 因为自己每天都在想着 这一件事情嘛 就是保持觉知 当下是什么 所以说好像 所有的事情呢 都会来开启 那我 我就是在 睡得迷迷糊糊的 早上 早上就起床 起床的时候呢 我就 哎呀 就是 那个 夸一下 就把衣服给穿上了 哎 我就 好像有一个 崩一下的 那个清明吧 嗯 就是 哦 这就是当下 我也没有怎么想 我没有用我的所思 我没有用我的所想 那个 他就是那么 自然的发生了 在这个 发生的背后 就是 他在这个走路 哦 原来这个穿衣服 他这个背后呢 有一个 哦 原来这个 这个是当下 你感受到 哦 原来 他是 他是这样的一种 感觉 在这个 在这些所有的 发生的 背后呢 原来 他是一种 无私无想的 这样一种 一种状态 嗯 但这个呢 就是 每个人 他的机缘 还不一样 我们体悟到的 有可能也都不同 只是在这里呢 给大家 做这两个例子呢 是 举两个例子 是 有助于大家 更好的去 去了解和看见 觉知的本身 还有就是 我们经常会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是 很自然的 他就会 这个 把饭 菜送到嘴里 还有我们 遇冷的时候 我们遇见 冷的 冷空气的时候 或者我们进了 这个空调房 一下子 感觉冷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的身体呢 会启动一个 防御机制嘛 他的毛孔 就插一下 全部都给 封闭 起来了 那个不也是 当下吗 然后我们的 这个眼皮的 这个 哎 我们 没有人会注意 哎 我 我这个 眨眼睛了 没有 那这个 不也是 当下吗 还有就是 我们的这个 身体器官的运作 这个不就是 当下吗 它就是 处在这样一种 无为的状态 自然而然的 一种发生 其实都是当下 你不要看 它是发生了什么 而是去触摸 它背后的 那种状态 你那一刻 感受到的 那种无为的状态 它就是当下 当我们还没有 体验过 这一种无为的 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 哎 用 就像 咱们现在 经常练习的 你不要管 这是不是一个念头 在提醒呢 你不要 你先不要管这个 你就是去练习 哎 保持觉知 保持觉知 因为你 当我们在练习 这个保持觉知的时候呢 哪怕它是一个念 提醒着另外一个念 那它 也会让我们呢 看见很多 它也会帮助我们呢 让这些这个念头呢 少一些 最终 它是一个桥梁 它这个桥梁呢 就是要把我们送到 当下 送到真正无为 送到那个 回归于那个真正的本心 那我们在生活中 这样的练习 因为 如果单纯的 只是说一个 就是刚才也讲了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一个 嗯 头脑的练习的 这个保持觉知呢 我们会有一种 空中楼阁的感觉 那我们就把它 富足于实践 富足在生活的 每一个小事情上 当我们在生活中 富足实践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 就有的习性 或者模式 也在悄然的 发生着改变 其实 这也就是 我们走出了自己的 那个舒服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痛苦 也是让你舒服的 你的那一种 某种习性 都是让你舒服的 当你开始 对外在 做出改变的时候 当你开始 用心 用一颗当下的心 来 来行住 坐卧的时候 来开始改变 你生活的 外向的 外向的时候 其实 内外都在发生着改变 而且 在我们在 清理这些 我们的房间也好 我们开始改变 我们的饮食也好 开始改变 我们的 这个 生活 环境也好 它也就是在 清理我们 内在的心灵空间 我希望 我希望 咱们群里的伙伴们 都去尝试一下 都去试一下 这也是我 这么多年 自己也一直在 在这样做 我是从 应该是从 2013年左右 2014年左右 我就是 在我开始 逐渐的看清 自己的时候 也开始 慢慢的 在改变 我自己的 生活环境 和生活空间 那我觉得 它对我自己的 就是 我并不是一个 每天要 餐餐打坐的人 但我就会 把这些 全部都给它 用在生活中 不断的 在生活中 去磨练 我会有一种 很心安与 踏实的感觉 我会觉得 我脚踏实地 不飘不虚 就是我走的 每一步 我都感觉是 经历过 就好像经历过 我不是说 要一个 上师的认可 来告诉我 你到了某种境界 和某种状态 我觉得我不需要 而是我在 有了那么一种 心安的感觉 就是心特别的安 特别的踏实 就是不管到哪里 你好像 就有那么一种踏实 我们经常一说 心安是家 好像我们就会 把它给 和这个 本心 或者说和这个 和这个境界 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呢 也不用把它 想得特别的 那个高深 不可测 或者说 代表着一种境界 其实心安呢 就是 就是你莫名 你有一种踏实 是因为你都是 一步一步地 走过来的 是因为你是 通过自己 自身的实验 你通过自身的检验 你通过自身 来将这些 所有的理论 变成了事实 你通过 就包括 这个对钱 这方面 我也是自己 这样走过来的 因为 我就是想 我就是一直 在做一个实验 我说这个念头 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那我就 那我不要让它 成为一个空谈吗 那个 我就要去实验一下 不要让它 变成一种理论的话 那我就去 我就去实验一下 就是 当我 就比如说 在我这个 经济上面 最落魄的时候 那 我 如果说 有人向我借钱 我敢不敢 给出来 如果说 我只剩下一万多块钱 那他就问我要 一万块钱 那我就要再做实验 做什么样的实验 老天会把你照顾得 好好的 我敢不敢呢 我就要去这样做 真的老天会把我 照顾得很好 我每次我都会给出去 但最后 真的会在一个星期左右 以同样的形式 这笔钱还会回来 不多不少 老天绝对不会让你饿着 他绝对 就是这个大道啊 他会很好地照顾好我们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句空话 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一种理论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说说 哎呀 就是这样的 是你头脑的认为 所以有好多人在那里说 知行合一 我说你真不知 如果说你知了 你肯定行就跟得上了 因为这个小孩子 他知道烫 他知道那个火会伤着他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再去碰的把火 那为什么我们总觉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可是我还一直在那里受苦 还一直在那里受伤 你还要说什么知行合一 你合不上 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知一定会跟着行 如果说你的行没有跟上 就是假知 根本就不是真知 那我就是不断地 来检验任何一种理论 就是是不是 包括我自己所讲的 所有的理论 我都会 让自己全部检验过以后 我现在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是心安的 我都是踏实的 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 因为这些我都用行动去实验过 我经历过那种 特别特别痛苦的时候 我经历过那种纠结 然后我也知道那种苦 是那种辛苦 是怎么样的苦 然后我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 从那个苦里边走出来的 我也经历过 我也经历过那一个 经历过穷困 但我坚信我要用道呈现出来的方式 用心呈现出来的方式 我就去那样做 最后发现老天真的会把我照顾得很好 所以我心里边越来越信任他 没有意思的怀疑 我越来越感恩他 是因为我在生活中点点滴滴都去实验了 都去践行了 所以才没有疑惑 如果你对你所听到的 此刻你所听到的 你对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一些 或者说你在官房中体验到的 你有所怀疑的话 那你就去在生活中去实验 去践行 你去看一下 这个觉知会不会欺骗你 这个觉知是不是生命的本能 它是不是一直在提携着你 掌养着你 它是不是真正的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生命的根本 我们就是要这样不断地去 在生活中来检验 所以说一千到一万 就是把所有的道理 付诸于真正的行动 从小处 从小事 从身边的事 从眼前的事 做起 这样 你才不会空中楼阁 这样 我们才会利于更多的人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 空谈物国 实干星邦 就是 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光会在那讲 什么是当下 我们不要光会在那说 什么是决心 而是让每一个人感受到 一个有决心的人 他的生活 是不一样的 别人能够感受得到 你那种能量 能够感受得到你的气场 我们千万不要 做一个空中楼阁的人 千万不要只有体验 没有行动 只有 头脑知道的道理 而没有去加以检验 这样的话 我们一直这样在上面漂浮着 一直在上面漂浮着的话 对自己 回归家的 这一件事情 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 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做一件事情 你就用当下的心 好好地去做 如果 你现在 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你就把你家庭的环境空间 打理得 稳稳妥妥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工具 因为我们要知道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只有缠纳 我们能回到的 当下 就是我们最终 要回到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我们都能做一个 脚踏实地 不问 前程 默默耕耘 自己心田的那一个人 让所有的道理 你都在生活中 去检验它 你就去感受 是不是你的念头 创造了你的生活 是不是你的念头 创造了你的世界 你敢不敢 真正地托付于这个道 敢不敢 把自己 把这个我的身体 全部敞开 这个大道 托付于它 如果你真的敢 它就会 也敞开它的怀抱 因为它一直在那等着你 最终我们就要走到哪里 好了 谢谢大家的陪伴 再见